第四章 能面 能面這個東西應該不用解釋是什麼東西 你們應該都了解吧 主要是這個故事 這個都市傳說不太懂是 在講什麼 哇 包場啊 這邊的音樂怎麼這麼的 這麼的平靜休閒啊 太爽啦 這應該沒有版權吧 這應該全部都是免費素材沒錯吧 耶 套溫泉喔 哇 大搞完狸貓 為什麼日本的狸貓不是原來很大一尊嗎 它後面是不是帶一個類似斗粒 然後前面 又圍一個布條之類的 然後 高丸都超大為什麼啊 那個是他們的 什麼 象徵 我不知道為什麼耶 實際上這樣想起來 祝福蠶子 狸貓跟蠶子有關 神獸 欸 廁所可以掉 女主角竟然會上廁所 霜了霜了 我發覺這個RPG的女角人物 應該不只女角啦 他人物在 在 上下垂直走的時候 你們可以看到他有點 嘖 就是他媽的 腳都合不起來 不管男角或女角 都有一點長流連的感覺 高級旅館料理 喔 這是外面啦 庭院啦 欸 有個人在跑耶 做夫娃娃 哇 我先到處看一下 這邊好大喔 有個水井 冰寺 哇 雖然這邊是不為人知的秘境 但是 一個客人都沒有 這..這什麼 喔 廚房 桌上是那個 他們在裝料理的 就是一層兩層三層嘛 然後就是拿下來放著 拿下來放著這樣 然後裡面裝著不同的菜 烏絲 豆 嘿嘿嘿嘿 塞醬 塞醬美琴 哇 我都可以各種翻耶 嘿嘿 記憶點到我家就好了 塞醬 有人說當然是財富 材料哪裡來 當然是進貨啊 要不然怎麼來 喔 嚇得莫名其妙 別管喔 要去找冰寺看看 他說已經準備好晚飯 但是要去哪裡吃啊 我們的房間在哪裡啊 怎麼都沒講 欸 下不去喔 喔 吃蜗 一群 齊庭院 神代春子 第三位生存者 啊 蛤?一個人捉迷藏的時候他也在家裡欸 我怎麼沒有注意到啊 藏在和室的必出中睡著了 怎麼可能 他妹妹有在 然後睡著了 我們在外面大呼小叫尖叫 叮叮叮啵啵啵啵啵的一堆人死來死去 然後 屍體都起來走路了 然後他都沒醒來喔 擋他的路 這個姊姊壞心眼 好爽喔 此路是我開 此樹是我栽 幹 他好像認識我欸 喔?就這樣喔? 去別館看看吧 去別館看看吧 OK 他為什麼會主動提出要我們去別館看看啊 就是說有一些溫泉啊或者是設施是在那邊 然後可以去 泡一下玩一下之類的 而且 而且 分成別館是什麼意思 旅館不是就這樣一整棟然後所有設施都有嗎 不是這樣喔 還是因為太大了所以要分兩棟 鼓啾 哇 這邊一來都沒音樂啊 好黑喔 又是一個井 這邊音樂怎麼變得這麼的太空戰士 說真的我來這種地方我應該帶一個同伴來 這樣遇到什麼事情還有得救 真的 還是說大家都覺得這無所謂 這..這..這麼多 建築物一直連著 藏屋啊這個 靠北這超大捏 喔有衣服欸 死了就算了 呵呵 書 酷 兩個房間放有面具 喔 猿猴的面具 赤鬼 這個賢德的這個臉怎麼好像某個 惡劣恐怖遊戲的 怪物的臉 親五二跟五二 欸這些 這些面具的 背景我完全搞不懂 老翁 老老 三老 小雞 能面 這些都是能面啦 但是他們有不同的名字 跟各自的角色這樣 哼 我勒 喔 幹 這怎麼多啊 對像以前一樣拿東西砸嗎 對像以前一樣拿東西砸嗎 哇看 阿不就好險他很慢 嗯 阿這裡這裡 好 喔喔出來就不會追了這樣 然後 我先記錄一下 晚上了欸 被追了一 追了一番 上面是溫泉嗎 要繼續上去 等一下啦 火溫泉還沒去過呢 哇這在 露天溫泉嗎 RBG看不到屋頂 嗯 蛤這邊就進來直接溫泉這樣喔 然後換衣服的是在這邊嗎 怎麼都沒有隔間阿 阿男生女生混浴就算了 連隔間都不錯 大家在那邊互脫衣服這樣 這樣不太妙吧 回去找同伴 OK 先去廚房看看 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要住哪一間房間欸 所以不知道吃飯是在哪裡阿 沒人呢 到了用餐 用餐的地方 桌上竟然躺著 老奶奶 躺著神代老奶奶 人體生魚片 人體生魚片 到底哪一間阿 幹 女體聖 女體城 他媽生氣了 我覺得這些名詞對不對 其實都很有趣欸 像什麼 名土婆阿之類的 我真的覺得很有趣很好笑 到底是怎麼 怎麼取出來的 會讓你覺得 很爆笑 超有趣的 幹他媽我連個 用餐的地方我都找不到 不是這裡 喔 幹 幹嘛 我找個 吃飯的地方 都他媽的像在解謎一樣 大家還要等我才開動 然後大家在吃 到底有沒有坐在坐墊上阿 怎麼都站著阿 沒有做的動畫 我打算什麼時候才把事情告訴他們阿 我應該吃到一半就說 這樣 砰 然後敲桌子對不對 然後大家東西這樣 飛得亂七八糟 然後說我剛剛被你們面追阿 有鬼阿 砰砰砰砰砰砰 這樣 馬上就被鄙視 我講什麼東西阿 講什麼東西阿 免費仔討厭有錢人 因為免費的什麼都拿不到嘛 他只能用減的 所以他很討厭有錢人 嗯 面具動起來了 面具動起來了 什麼 哇 我覺得這個婆婆是在撒謊 能面沒有躲藏點喔 要跑到不見為止喔 蛤 桌上左下的是屎條嗎 那個是炸咖哩棒好不好 這樣怎麼辦 我們就不能組團去調查嗎 一定要一個人去 我來這裡的原因 是因為上一集 感受到遠方有邪惡之氣嘛 到時候這麼多人 總共七個人嘛 我未看先猜啦 到最後要破除能面詛咒對不對 七個人就要 把力量都借給我吧 然後這樣 要集合 女器玉 然後有些人會不會 你們你們知不知道為什麼 元器玉可以 就是隨便亂丟 然後那些壞蛋都躲不掉 你們知道嗎 為什麼躲不掉 知不知道 我覺得很多人不知道 你們一定沒有再仔細看對不對 不是太大了 嘿嘿嘿嘿嘿 有人知道啦 不是太大了 你們會覺得很白癡 就說哇為什麼 敵人都用臉去接元器玉啊 怎麼那麼蠢啊 之類的 元器玉會感應邪惡之氣 沒錯 哇免費仔 免費仔好有勇氣喔 這邊的面具有沒有 有沒有死假面啊 他們這個旅館外面門口怎麼都沒有燈啊 是你 你進來嘛 不管你是開車車道還是步道 應該都有一盞一盞的這樣燈啊 他們這麼黑的地方走走摔死啊 看他們這樣分開感覺很蠢欸 還有免費仔把無關的人都帶走 然後留下來調查事件的只剩下賓士 還有那個 霧什麼的 嗯 整棟旅館只有三個人在經營 嗯 這班會不會很長啊 強太自己一個人前往了 保護自己是什麼意思啊 喔 蛤 東邊西邊單人房 他們都不會跟我一起行動喔 技術上做不到還是怎麼樣 沒有 寢視娛樂室和視 哇操 這個RPG要的鑰匙耶 他媽太多了吧 他媽累耶 啊這是哪一間啊 用掉的會消失 這個 嗯 兩把鑰匙剛好就是這邊的東跟西這樣 一樓左邊等等喔 我先調查一下 鑰匙摩尼器 鑰匙摩尼器 哇 幹嘛 喔 喔 遊戲中難得有出現 大畫面欸 看來是壁橱 這個只能逃到他不追嘛 靠北 呃 我想一下 那我就不要去碰那個箱子應該就沒事了吧 翔太 他媽怎麼都不會被人面追啊 他媽怎麼都不會被人面追啊 哼 哼 這個大廳是在哪裡啊 如果我被人面追然後帶來 圖書 圖書是 他會不會被人面咬死啊 我覺得應該不會喔 剩下到底幾把啊 嘿嘿嘿 這遊戲已經拿到七把鑰匙了 不知道到底在衝他笑 這個我再開一次會發生什麼事啊 欸可以開了欸 明 又是冥想的 花霞 冥界的鑰匙 冥想的鑰匙 異界的鑰匙 神界的鑰匙 神界的鑰匙 我真心覺得啊 為什麼怪 怪一症候群到後面要找這什麼多鑰匙 完全都沒有在解釋一些劇情之類的 他這個追逐關卡真的是多到靠北呢 那一大堆的東西真的 喔 玩的後面會讓人越玩越煩躁這樣 40分鐘都在找鑰匙開門 到底在衝殺小說真的啊 咻 古老的文件 完全解不出來 啊我要回去拿給翔太 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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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 呼呼呼 啊這裡啊 欸不對隔壁間 打 打不開了鑰匙打開了我心中怒火的柵欄 講之前先記錄一下 這本書是 絕版的小黃書 不是 給我一點兒時間 給我一點兒時間 我也好好的 解讀這本書兒 解開一切謎題兒的最後的碎片兒 神代家的秘密 蛤 完了50分鐘終於來到這個地方 就是為了找一個古老的文件 太棒了 蛤 蛤 本館的庭院有通往地下通道 那個 是不是有個水井啊 有水井吧 講什麼屁話 你要一個高中女生然後下水井 去調查恐怖的事情 下面要是住著一個哥布林怎麼辦 被吃掉 抓去繁殖 蛤 哈哈哈哈 怪異哥布林 繁殖片 增殖片 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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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是代價喔 他媽媽有冒生命危險 蛤 你只不過是把我的文件再讀給我聽而已 這文件也是我找來的欸 媽的 雞巴商人 這...這個翔太應該是個商人...商人骨 嗯? 靠北 賓士勒? 我不用先找他喔? 啊 幹! 嗯... 來了嗎? 同學 翔太應該有帶手機之類的吧? 要不然他怎麼會知道我要找他做什麼 這樣簡單來講 應該有各種情報都可以直接即時分析啊 為什麼搞得好像大家都是... solo玩家啊 族行玩家一堆耶 你solo 我solo 大家一起來solo 靠北還要我自己找喔? 不要拔 一定是在這顆石頭下面 石...石燈籠 咻咻兩聲 石燈籠被美琴劈成兩半 下面是什麼? 下水道 找到了 賓士先生 我找到了 呵呵 賓士根本沒做事 這遊戲的NPC互動其實沒什麼... 可以說完全沒有啦 一定都要靠你自己來處理了 喔? 欸? 他自告奮勇欸 賞喔 下去拉馬馬馬上被吃掉 哇操這邊這麼黑喔 這是哪裡啊? 痾痾 這是他嗎? 那你是他小火把喔? 怎麼有火把啊? 喔 燈 這遊戲他媽太黑了吧 我要找到他他才會點燈起來這樣 跟著他一步一腳印的往前 走到最後他就突然轉過來對我冷笑說 美琴同學 呵呵呵呵 感謝你 讓我找到了這個密室 欸? 這個燈怎麼插在地下 兩個面具把門打開 這邊是放面具的掛鉤 現在我要去找翔太了喔 一巴喔 恩? 會直接出... 欸?他怎麼丟我一個人在這邊 被丟包了 哇幹 他可不... 他可以...他可以擊退他嗎? 他不是說他要打爆面具嗎? 揍他B4賞 展現你男人的氣魄 哈哈哈哈 他有槍喔 哇 打不壞欸 打爆就走啊 他是拿什麼東西在打 因為槍好猛 哇 他立齊了 等一下一定會復原對不對 不 欸?他被冰室刺了欸 他太強了吧 然後被妖刀刺 面具就消失了 用槍沒辦法嘛 喔?全自動欸 阿不就靠他就好了 阿 他手上是有... 剛剛的妖刀還有槍 武裝齊全阿 然後一直以來美琴就跟個傻逼一樣 完全沒有反抗能力 又丟東西丟來丟去 余地下設立祭壇 美琴之四個JK喔 你們沒有看過JK機關槍嗎 JK撒殭屍阿 JK武士阿 這邊該不會要開始瘋狂補劇情了吧 蛤 啊 我覺得這邊如果能夠搭配一些 對啊搭配一些不同的CG邊講故事的時候然後邊演這樣是不是比較好 我們這樣看的比較不會枯..枯燥乏味啊 就看一大堆小人然後那邊拼命的 嘴巴一直動這樣就好了 神代家曾經統治這敵方的村落 OK 遊民們都害怕神代家 壁族都要被奪走了 全力 神代家超強大 這邊的圖跟講的故事怎麼好像有點...有點嘎不上 神代家也產生了問題 咒術太強難以控制 所以需要人助力啊 嗯 這花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必須找到能夠壓制神代家之力的咒術 他們是在說姬野吧 從遙遠的村子被帶來的這個地方 開始了人界大戰 呵呵呵 喔姬野家他們的咒術是 主要用於起..起伏 做於和平善良的用途 幸福咒術 呵呵呵 讓人幸福的咒術 嗯 姬野家偷偷的進行活動 為什麼這背景圖 我還以為一開始說有背景圖 邊講邊演這樣比較讓人好理解 可是這背景圖都是大家這些花花草草的 到底是怎樣啦 就來一些古代村落圖啊 要不然就來一個姬野家的人啊 神主啊 穿著 他們該有咒術師的外型啊 媽的一大堆這三小喔 眾多的艾莎 各村落的壓力 齁 長輩圖 平安喜樂 哈哈哈哈 認同請分享 幹爛死 嗯 幸福咒術的姬野家 在幾年內獲得了龐大的信任與聲望 兩家開始決裂 欸 蛤 這時候姬野家還沒有神代家這麼的勢力龐大喔 可是民眾都支持姬野家的話 你神代代怎麼在那邊 雞飛狗跳也沒意義啊 名義才是 真正的力量不是嗎 嗯 持續價值 其實姬野他們還暗藏了一個秘術 繪圖轉身之術 神代家是自己 因為想要強大力量而滅亡 嗯 嗯 互偷啊 嗯 姬野家把神代幽靜於此地 蛤 他們是在說小春嗎 還是這不是啊 這已經幾百年前的事了 蛤 蛤 提出和解的是姬野家欸 可是姬野家的力量跟神代家不是已經不相上下了嗎 而且神代家已經開始在沒落敗亡的途中了 但是他們還是以以得抱怨就對了啦 想說 你們只要 只要神代家不再 因為 以這種 想要徵求 權力 勢力 的方式過火的話 就把我們祖傳的房子送給你 然後就簽訂了和平條約 要夠強才能和解 那我直接把神代家打爆不就好了 和解個屁啊 但是姬野家是和平為主 所以他們不這樣做對不對 對啊 都幾百年前的事情了 婆婆早就根本就不知道這些事情 應該吧 打爆又有怨恨 把它抄家了這樣就好了 這個劇情我怎麼好像在某一部漫畫看過啊 就說在現代和平的世界對不對 某一個男主角或女主角啊 身體內 古代相傳的神秘血脈突然覺醒了啊 之類的 我怎麼感覺好像看過啊 神代遊家只不過是想玩一個人的捉迷場啦 結果沒想到自己身上的神代之血 卻招來了巨大的怪異現象 不慎走出封印的範圍 他們要在這個房子裡面 施術 才不會招怪 各種牽托命運 就像女生最幸的 算命師啊 他們最幸的 他會遇到 他會遇到這個男的 一定是命運的牽引 我們是命中注定的情侶 我們是命中注定的情侶 命中注定的夥伴 女生最吃這套了 這邊怎麼會有能面的怪異 等一下才會講吧還沒到吧 日本故事都扯血統 好渣喔 因為你扯血統會讓你有種 無法抗拒的那種無力感啊 對不對 等到你過了這個無力感這時期 你又會鼓起勇氣說 嗯我要對抗不可逆的命運 我要從肥宅變成帥氣草草 這種鬥志啊 你們沒有嗎 游家還沒死嗎 想起來 他還能感覺得到邪惡之氣 幹 他還聽到了 嗯 這是他祖先的血脈在呼應著他啦 怎麼尤家利也啊 幹他媽你是五尾熊吃大便喔 有沒有人看西頓學員啊 那個漫畫怎麼 其實還不錯看耶 可是怎麼這麼小眾啊 你看 你看美琴 我說對了吧 他想要抗拒血統的命運啊 什麼 你在說什麼 嗯 最初的姬野同學 他現在的姬野同學已經明顯不同了 他已經是 戰鬥民族了 他已經賽亞人之血覺醒了 他要兵士不要插手啦 還要讓JK去戰殭屍 王道劇情喔 這遊戲不是本來就王道劇情嗎 就是 一定會走向一個 走向一個怎麼講啊 預想得到的路線上啊 一定這樣子吧 這個又不是粉粉粉粉做的 你們還想怎樣啊 看看到底是在演殺小了 輔助他到最後 哇 哇 哇 兩牆帶一坑 不對啦 一牆帶兩坑啊 打開陛下的門得到符咒 喔 祖先的呼喚啊 先祖 先祖的呼喚 要變成野蠻人了 拿著不爾開鎖之力 從南天門轉到北天門 從台南轉到台北 一路殺傷無數 做事 喔 蛤 不用進去喔 姬野家密傳忍樹 乃子長大樹 懶教增長樹 和服之間 別管嘛對不對 幹他媽好難走喔 我才從別管回來 拿到東西又要走去別管 我是不是被整啊 你們覺得呢 你們覺得我是不是被整了 是喔 我的士神 是一隻大搞玩狸貓 哈哈哈哈 欸 姬野家的 姬野家代代相傳的通靈之樹 招出來的就是大搞狸貓 我這樣講有沒有邏輯 因為我們進這間旅館嘛 門口是不是就一隻大狸貓 超合邏輯的 你們信不信 美琴換衣術 美琴換衣術 為什麼換衣服是用月亮來表示啊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意思 欸我換好了欸 這人物還蠻可愛的嘛 我覺得 這 我也看先猜啦 作者是不是女生 因為用了好多什麼花花草草啊 還有一些月亮的這些 比喻圖啊 二樓有氣息 感受到飛一般的氣息 等一下我先記錄一下 打王喔 大戰克維拉 啥小 直接打面具喔 阿這 這是要怎麼 我怎麼解決啊 那這沒有 不是沒有一個方法嗎 上下 我 火力 這是在玩 跳舞姬拉 我 欸我覺得這邊還沒有創意的啊 可是之前玩的好煩喔 火力瘋鬼滅神 完蛋我沒有看 痾 欸完蛋了 哇 這是要吃掉替身是不是 在世上下走走 麻煩死了 雷射炮滅殺 這邊好煩喔 從附近太高不有趣喔 我也覺得欸 這邊要 這邊要玩三次欸 我也覺得只要玩一次欸 這邊 老實講啦 你第一次打爆 打到他嘛 他是不是剩兩條命 然後場景要變換一下 就是越來越 糟糕啊 地獄圖這樣啊 等到他最後一格寫的時候 音樂就變得更刺激 然後能面後面你可以看到一個很血腥的肉臉 在後面蠕動著 想要衝出來搖你那種感覺對不對 哇 超屌超屌 結果沒有 然後直接第三章ending 又有月亮 隨便啦 洞洞波啦 什麼魔罐光沙砲啊 洞洞波才是絕招好不好 好 啊要不然就是用2D圖嘛 一邊是能面的臉 一邊是美琴 全身畫面 穿和服 那血量越少 人偶圖就會越破 所以我如果剩1D的時候 我的和服就會只剩下兩塊布這樣 這樣也蠻屌的 作者重製目前是第一章啦 可是我不喜歡他重製後的人設圖耶 有點太女生了啦 成功封印了 我到底封印了什麼啊 主要就是把能面這個怨恨力量封印起來 然後怪異事件就再沒有出現了 可是真正都市傳說的能面到底是在講什麼東西 好像沒有提到啊 對不對 接下來做什麼 沒事做了 我封印了黑暗之力 他這個不應該 他不是應該住在醫院嗎 怎麼住在警察局來了 第四章是原創劇情 能面本來就是習俗怎麼會是都市傳說 所以怪不得我沒有聽過 他只不過把能面就是結合在最後一章 還有基野家跟神代家的 世仇故事中這樣 為什麼要說我只是做了惡夢啊 他好像不想我去記起這種痛苦回憶 實際上這是跨越人生的大躍進耶 美琴以後就變成了真正能面對人生的大勇者了呢 什麼叫做當作惡夢啊 幹 把賓士推下去了 這什麼意思啊 美琴是個傲嬌嗎 美琴說 賓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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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了 哇 這個天空的畫面怎麼像白琢翼 鋪在畫面上 欸沒有了欸 這後面還有沒有東西啊 這作者名字阿 他的官網 都有貼在那個介紹欄 如果想要玩他其他的遊戲對不對 可以去他官網找一找這樣 哇 直接結束了喔 後面沒有一個後日談之類的喔 比如說 他原本就想做二代嘛 然後 尤家病也養好啦 然後美琴跟尤家回家的時候對不對 在通學路上阿 走一走突然後面出現了 不知名的黑影之類的 然後 呵呵呵呵呵呵 然後這是二代的伏筆這樣 沒有 就沒有啦 覺得啦 怪異症候群對不對 第一章 第二章最有意思 從第三章開始 雖然有點自創就是改編內容 這樣是非常棒的 但是他那個故事的過關方式感覺很煩 從頭到尾就是找鑰匙開門 找鑰匙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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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是這樣子 最後這一張能面 大部分時間阿 比如說我玩了一個小時半嘛 有一個小時就是在找鑰匙 真的 劇情量很少阿 拖很長阿 不太喜歡 就是比較空洞的RPG阿 太多時間都在 找沒有意義的東西 就是為了要開門這樣 以前遊戲類型是這樣阿 可是 這遊戲好像是2015年時候的RPG嘛 那個時候就已經有很多名作出現阿 比如說人與藻阿 粉粉粉殺小的阿 有的沒的對不對 簡單講阿 劇情張力太低啦 好不好 簡單講就是這樣 然後有點拖啦 名作之斃 也不是這樣講阿 這也是名作沒錯阿 但是 因為我從來沒有玩過這個系列嘛 我會覺得好拖喔 這樣 算啦 結束啦 一代是四張嘛 然後看要不要玩二代這樣 個人是 其實是覺得還不錯啦 後面太拖啦 從第三章開始 OK 好吧 我先把這個關掉啦 那我先把這個關掉 是嗎 可以喔 感谢观看